YoYo What's up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众所周知 K老师是美国动作电影圈的一位导演 但是我知道美国的动作电影在华人的市场上 其实始终都不是最受欢迎的 最受欢迎的始终不可避免是日本动作电影 那之前的节目里呢 我或多或少都有聊过一些关于我对日本动作电影圈的一些看法和一些分析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全面的解剖一下 日本动作电影圈为什么会成为华人市场的首选 或者这么说就是日本动作电影圈到底有哪些方面是领先于美国动作电影圈 又有哪些方面是远远落后于美国动作电影圈的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节目 那大家之所以喜欢看日本动作电影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可带入行比较强 那所谓的可带入行无非就是 因为你知道日本动作电影尤其是男主角方面 他们从来不会去苛刻的要求 一定要有六块腹肌啊 一定要非常帅啊 身高啊 体型啊 尺寸啊 各种 他们没有要求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 哇 这个男主角长得外挂裂 哇 这个男主角长得一个秃头家 大肚子的一个老头 居然都能演主角 还能跟这种 哇 绝对大美女拍戏啊 什么的 就是你很容易带进去 因为他把这个标准降得很低 你就可以 你不能说是幻想 你就会觉得自己有招一日 又有机会达到这样一个层级 去接触到这种美女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日本动作电影 最最能吸引华人男性朋友来观看的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 那 吸引华人女性朋友 或者说亚裔女性朋友观看的原因呢 其实有两个我个人认为啊 第一个就是他确实剧情性上很丰富 他有各种类型的剧情 也会让大家觉得好像很贴近生活 不管你是个白领也好 老师也好 护士也好 各种也好 他都有能让你对号入座的剧情进去 然后呢再加上因为种族 同等种族这个所谓的适应 或者说一个熟悉性 那你会觉得啊 我看这个影片 我觉得好像我真的能把自己带入进去 另外一个原因 其实也是 基于他们对于男人的标准 因为他没有强制的 比如说身材和尺寸的要求 那对于女生来看这些影片 他也会觉得 也许有招一日 我也能遇到这样的男生 那虽然我猜测 大部分女性朋友看片子 也是喜欢看那种 高大帅气 银俊 潇洒 六块腹肌 尺寸牛逼 战斗力强的这种男演员 对不对 但是或者或者还是有很多人 会希望能把自己带入进去 他可能是因为 享受或者喜欢某种剧情的幻想 然后他就会把自己带进去之后呢 他也会设想 对面这个男主角 可能自己有招一日也会遇到 因为他长得很普通 并不是说也很苛刻的 就是我可以在路上 遇到很多普通的男性长相 但是我不可能苛求 我在路上整天遇到 金城武 吴彦祖这种长相 对不对 那我们说到日本电影领先 美国电影 其实我以前有一期节目提过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优势 就在于他们的品牌宣传 或者说是人设的宣传打造上面 这个marketing能力是远超于美国 北美甚至全欧洲 全海外的动作电影市场的 我们以前举过例子 他们把Mirody Marks 在出道之前就包装成一个 什么北欧精灵 北欧什么几千万人 中才有一个的美女 几千年才出一个的美女 这种的 人家实际上是个美国人 他硬性把它包装成一个 好像是瑞典人 我记得是 他会给每一个即将出道的女演员 先给他设定一个故事情节 类似于一个 这个人为什么会入行 这种的 他让你有一个非常详细的 一个从零到一 从一到无穷大的 一个适应的过程 一个熟悉的过程 你也可以更亲切 更接地气的体会到 这个女演员 好像是 他为什么会拍 或者他从你不认识 到开始拍 到慢慢走红的整个过程 相当于说是 你是看着他成长起来的 所以他们这种 编故事的能力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 这个我一直认为 美国电影圈 是完全学不来的 就是你想编这些故事 女演员不一定 肯同意你给他 造这种 莫名其妙的人设出来 但是这个也确实是 日本电影 吸引很多华人观众 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这种故事 我们不能说是卖惨了 就是各种故事 总有它能吸引到你的地方 那这个本身 在影片的同时 等于说又加了一层 buff上去 所以这也是大家 为什么比较喜欢看 日本电影的原因 那说到喜欢 自然会有不喜欢 那为什么 大部分亚洲人 或者华裔的朋友 不太喜欢看 美国的动作片 其实跟前面 对应的原因一样 因为你代入不进去 代入不进去的 最大问题是因为 我个人认为是自信心 为什么叫自信心 其实是 当你发现 美式动作电影的 男的都是六块腹肌 身材超好 尺寸都非常吓人 或者男的都是 女的都是风乳肥腾 这种的 你的内心深处就知道 我可能搞不定 我可能无法征服这个类型 那我就不可能 把自己带进去 因为你知道 即使我把自己带进成 这个男主角了 这个女演员 好像这种类型 也不是我能攻克下 这种山峰 这种难题 对不对 所以你无法带进 你无法带入 你就不可能觉得 很喜欢看这种影片 再加上我们也有聊过 因为法律的限制 所以美国的动作电影 有很多剧情 是不能拍的 那在剧情性上 就绝对的远远比不上日本片 那既然剧情不行 你又无法把自己 很好带入影片 那就势必造成了 你对于美国影片的 一种观感上的体验 仅限于 好像画面冲击力挺强的 好像视觉效果挺牛逼的 好像挺大的 其他的你不会有什么感觉 但是恰恰你要知道 视觉效果跟画面冲击力 正是美国动作电影 唯二所追求的两个要点 所以这其实就是因为 市场价值观 文化 法律法规 各种不同造就的 也注定了 各个市场的口味不一样 所以我们华人 或者说亚洲人 真的对美国片 很难提起 对同等类型的 日本片一样的性质 还有个层级上 其实 这方面跟剧情有点关系 你们会发现 如果你看片够多的话 日本片比较追求的一种 是什么一个理念呢 就是 他很多时候愿意拍的是一种 从对方不愿意 然后可能用一些强硬的手段 然后就是这个片子 希望拍到好像女方在被 虽然是一开始被强迫的 但是慢慢的 他也好像享受其中 慢慢的就开始配合 最后的就沉迷于其中 日本人很喜欢拍这种 所谓的曲折性的 征服性的一个 他把一个征服做成一个故事性 但是美国片 因为又是那句话 法律不允许你say no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不可以的 但是呢 你知道 我们说的稍微直白一点 就是每个人内心深处 都藏着一个小恶魔 这个小恶魔只是有时候会 会录的比较多一点 有时候会藏的比较深一点 所以大家看很多日本片 这种所谓带一点强迫性的 或者一些push东西 我们就会好像很容易唤醒 内心深处那个小恶魔 那这个小恶魔 其实也是对于你原始信誉的 一个最直接的刺激 所以 怎么说呢 所以这个也是美国片 完全比不上日本片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点了 我觉得 还有一个 其实 这个不能说是领先 或者是落后了 这个真的只是个人口味的问题 就大家会发现 比如说日本片的很多剧照啊 或者日本的很多女演员的照片 真的很好看 或者啊 他们的女演员很漂亮 这个东西 远比好像美式的看起来细腻啊 看起来耐看之类的 但是你知道有一点 其实我在以前 游戏节目中有提过 K老师很讨厌 Mufi现在用的那个修图诗 我觉得他P2P的太狠了 已经完全是真了 但是你知道 日本动作电影的剧照 海报 封面图 这种 那个P2P的 绝对是 我就这么说吧 你看到的很多画面上 视频上的人 跟你真人看到的差别 绝对不低于40% 因为K老师 见过很多日本的女演员 然后我也 我也闲着无聊去对应过 他们在剧照上的长相 那真的是 我们虽然不能说是纯照片 但是这个差别真的挺大的 那这方面恰恰是美国动作电影圈 不太愿意去做的事情 虽然他们也会修一些图 比如说我们圈内很著名的一个摄影师 叫Dcapture 他也会去修图 他修的风格我不喜欢 我觉得有点太失真 但是呢 跟日本的修图比起来 他这个简直就是属于鸡毛蒜皮 这种感觉了 就是小学等级的修图 所以日本片因为他善于做一些包装 善于做一些图片上的处理这种的 所以他会让购买者 或者说观众 在第一眼看到这些图片 这些照片的时候 就会被吸引到 就会喜欢 当然了 因为你只是看片的话 其实也无所谓 毕竟你也不是经常有机会 跟他们真人见面 或者真人线下去发展一些其他东西 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 那个曝光死 见光死这种东西了 但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两大文化的差异 加上两个国家不同的这种 动作电影的一个品位吧 所以也造就了 我们好像更喜欢看日本的 而不是更喜欢看美国的 其实还有最后一点 就是为什么大家更偏爱日本片 那这一点呢 我个人觉得可能说出来不太好 但是确实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因为这几年我聊了很多的朋友 跟他们聊天中 也确实很多人跟我表达过这个想法 就是亚洲人 尤其我们华人 因为日本比较近 大部分日本女演员又是 比如说在风俗店上班 泡泡雨店上班 居酒屋店上班这种 就是你在线下真正接触到 他们的机会 远远远远远远远 大于在北美市场 接触到美国动作女明星的机会 这个机会当然多 那对于看的人来说 如果他真的很迷恋这个女演员 他只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他是真的可以见到的 但是在美国不一样 就说难听一点 你真的条件许可情况下 你也很难见到那些人 当然不是说美国的这些女演员 不去线下做一些活动也有 但是真正顶级大牌那些 你是真的很难见到的 所以因为你有可能见到 并且只要你达到某些条件 你就一定能见到 所以这个内心深处潜藏的一个可能性 又迫使我们 或者更加让我们去喜欢看日本片 因为我知道看了这个片子 他让我很感兴趣 他激起了我某些欲望之后 我真的有招 也许有机会看到片子中的女主角 我们不管叫原梦也好 还是叫梦想成真也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日本片远远领先于美国片在 亚洲粉丝中心中的地位 那至于有些人会说 其实他们更喜欢看日本片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觉得日本人的演技 或者说亚洲片的演技上 没有美国片那么浮夸之类的 可能更真实 那这个其实一样的 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第一点 因为这个会让大家代入感更强 那美式的所谓的浮夸 因为就是符合它需要画面冲击力 这个画面冲击力 一方面是有色彩灯光 视觉效果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听觉的冲击力 所以它必须有一些所谓的 比较浮夸 比较过分的 所谓的B场风格的 表演风格的 这种Dirty Talk的形式 那我本身也不是很喜欢看 B场这种风格 就比如说 很惊讶这种表情 但是就是市场需求是这样的 还是有绝大部分的 北美市场观众 是真的喜欢这种类型的风格 他们觉得这样 可能比较能激发他们的欲望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文化的差异 那还有一点 其实你说北美市场的观众 喜欢看北美的多 还是要是我多 当然是看北美的多 因为在北美市场有一条铁律 就是我为什么要去看一本动作电影 是因为我需要解决一下自我的需求 那我解决自我需求 我不可能说一部电影一个半小时 我从头看到尾 我才到最后正好解决完需求 这绝对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的稍微粗粗一点 就是美国动作电影圈 经常流传的一句话 就是我开始了 我已经就是准备好了 我裤子已经解开了 然后呢十分钟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之后 日本电影还在讲剧情 还在讲剧情 我全部都准备好了 你还没有开始 那最后就是大家觉得 这个真的不是很适应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片前面段的剧情 可能就是五到十分钟 就是足够足够了 简单交代一下剧情 简单交代一下人物的设定 这种的 让你有个基本的能代物的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也是 真的是文化差异 亚洲人喜欢看日本片 远多于看美国片 北美时常喜欢看北美片 远多于看亚洲片 就是一个道理 所以今天我们就简单聊了一下 就是关于日本动作电影 跟美国动作电影 就是熟胜熟劣的 其实不存在谁更好 谁更不好 真的只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那K老师从小也是看日本片长大的 所以我对于日本片的印象 也远多于美国片 就是跟大家说了个搞笑的 就是我以前是一个老外脸盲 就是我看老外的脸都差不多 我很难分辨出 这个人跟这个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看亚洲脸都记得很清楚 但是自从入了这个圈之后 这四年多以来 我现在就变成了反了 我现在看亚洲人脸盲 就是你各种日本女演员 摆在我面前 我觉得怎么都长得差不多 好像我真的认不出来 除了那几个 我最熟的几个人 其实我真的很难认得出 但是相反的 美国电影圈这些人 现在我基本都认出 就是走在路上看到 我也能叫出名字 就是这个脸盲也是会变的了 所以文化的差异 环境的差异 都会带来各种不同的观影感觉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就牢记一点 就是我们看动作电影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绝对不是说 把它幻想以后 变成真的这种 请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看片的唯一目的 就是抒发你的需求 就牢记这一点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我们聊这些 所谓的科普也好 知识面理也好 希望大家喜欢这种节目 那我们下一期聊什么呢 我已经想好了 下一期我们要聊柠檬节目 那我们下期再见